欢迎订阅点赞,我是你们的戴牙 失眠光是看到这两个字,小编心头就一紧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 说好的美容叫啊,可是天不随人愿 只能每天顶着对熊猫眼工作 吃安眠药太伤身体,要是有什么方法治疗失眠就好了 来自荷兰戴尔富特理工大学的四名学生突发奇想 研究出了一款花生形状的基线SUNOS 可以帮助失眠者获得良好的睡眠 有专家人士表示,呼吸的模式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重要因素 平静的呼吸节奏会让人更好地入睡 可是现在的人都是临睡前才会舍得将手机放下 入睡前的大脑一定是属于兴奋阶段,导致失眠 SUNOS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创造出一个合适的节奏助你入睡 当你抱着SUNOS入睡的时候 它会通过内置的多个超灵敏的传感器 收集关于你睡眠大量信息 然后创建出一个平稳的呼吸节奏 让你的身体自动地跟着这种呼吸节奏放松身体 进而安静地入睡 让你的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 睡过8小时绝对不是问题 SUNOS不光只是单纯地根据你的当天睡眠情况做分析 它会将每天的检测结果收集起来进行数据分析 然后为你提供一个专属的治疗方案 提高睡眠质量 失眠焦躁通通远离你 SUNOS还有相应的UP使用 只要打开蓝牙链接 安卓或苹果手机用户都能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睡眠状态 而且UP提供了多种睡眠模式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式 也可以选择它为你定制的治疗模式 而且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也再也不用受闹钟的轨叫了 因为SUNOS会模拟逐渐亮起的日光召唤你 这算是一种私人定制吗 到目前这个小花生还在研究阶段 希望能早点出来吧 毕竟小编真的不想再把自己当精病了 欢迎走进去的挺好吃 好玩有趣都别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有message啦 快上车